然后 父父子子 凶凶弟弟 夫夫夫妇 而家道正 正家而天下定义 什么意思 父亲 像个父亲 做自己该做的本分 这叫什么呢 父父 第一个父名词 第二父是动词 要做父亲的样子 子子 孩子像孩子 他做自己该做的本分 凶凶弟弟 夫妇夫妇 夫妻两个 各自做自己的本分 安守本分 这样结果怎么样呢 这样的果就是家道是正 他不邪 没有在乎 千家万户都正了 怎么样呢 正家而天下定义 这个话不光是给老百姓听的 老百姓受益 君王也受益 他知道天下安定的由来 这是谁说的 不是唐太宗说的 你说话 大家不能服啊 你看你能征善战 打下天下 人心不服你 为什么呢 你手里拿着刀 我们没办法 所谓马上得天下 不能马上治天下 你再马上不可以 不能靠军事 不能靠 换句话说 不能靠法律 不能靠警察 不能靠压制 你得以礼服人 大家才能安定 人心不安定 天下不能安定 现在我们就明白了 古往进来 要想人心安定 最重要的是人心要顺 人心怎么才能顺呢 你把礼给他 他一看 就像这个犯人一样 他过来了 我有罪啊 不是老百姓啊 普通的犯人 他都能认罪 心服口服啊 这就是圣贤教育的力量 所以太宗 跟古圣先王一样高明 先建国之初 先把经典找来 咱们得找理论依据啊 你不能说说我说的 我说的没人服啊 圣人说的 古圣先王所说 你能反对吗 他为什么不能反对呢 第一个 从古至今 圣事都是这么来的 人家做出来了 第二 道理一听 明白了 好懂 是这么回事 你违背 你试试啊 他很痛苦 他自觉就会按照道理去走 所谓垂拱而至啊 哪里用那么多警察监狱啊 所以 师父老人家常常讲 建国军民 教学危险 你先得教他 怎么教呢 太宗用这个方法 先把离 给大臣们看 给天下人看 看见没有 周易说的 易经上说的 不是我说的 是吧 古往今来都按照这个做 第二 你不能迷信 你得明白其中的道理 明白道理 你做不做 没人强迫你 你不怕有灾难 你自作 另外 国家以法律的形式来护法 保证 古圣先贤的教导 能够在民间实施 你不这么做 行 承担后果 你要接受处罚 这谁看 你看弟子归立有一句话 行高者名字高 人所重 非貌高 不是你那个吓人的样子 是你行 得行 太崇高了 财大者 妄自大 你的财能 确实 不一般 民望 它自然就很大 人所福 非言大 你说的再好 不管用 人不服 你要想让人服 一定要怎么样 自己做到 而且你所做的 让天下人都服 为什么呢 你所做的 所行的 在理 古往进来 他在理 这个太重要 在不在理 你看我们平时总听人说 这人说话在理 对吗 人心是通的 只要你所讲的是通人性的 那他一定人就会服你 你所做的是通人性的 人一定会服你 什么东西是通人性的呢 圣贤经典 通人性 所以他万古不灭 受人推崇 原因就在这 人性本善 他也本善 本善相通 没有任何障碍 这些告诉给我们什么呢 人心要顺 人所服 你不就想让人服吗 拥护你吗 靠什么呢 靠你讲理 这个理还不是你发明创造的 不是想出来的 是什么呢 是天地自然之道 人间自然之道 所谓伦理道德 英国的教育 没话说呀 真好 唐太宗历史上公认 一代明君 这个评价可不是随便说的 真正有功绩 名垂青史啊 大唐盛世 怎么来的 群疏制药 治天下 什么意思啊 治国的理念 这些方针思想 是古圣先王传下来的 孔老父子 最推崇的 周公 你可想而知 周朝的盛况 人民 文武百官 普天之下 谁不向往 人人向往 那好了 他们怎么治天下 我们就拿过来 原理原则 不会变呢 这不是我唐太宗说的 你说你发明的 你创新的 大家不服 文王说的 周公说的 姚顺与汤 文武周公 他们 治理天下的 方法 理论 原则 你服不服 当然服 哎 他们的成果 摆在那里 你能不服吗 所以 天下人 没话说 哎 普天之下 都认同 哎 学佛的人都知道 一个家 一个国 要想团结 最重要的是 修六合经 六合经 最重要 头一个 建和同解 无论是文武百官 还是普通百姓 所有人的 之间 都一致 都统一了 统一到哪里呢 统一到群书制药的 经典里来了 思想统一了 间接统一了 建和同解 建和同解 是一切的基础啊 换句话说 那也是大唐盛世的 最基础 理论基础 哎 全国人民都想的一样啊 这国家 想不好都不可能啊 群书制药 治天下 太高明了 所以我们听到 师父老人家 常讲 二十一世纪 是群书制药的世纪 说明什么呢 说明 人类世界 已经乱到极点了 必须要统一思想 让所有人的想法 看法 都变成一个想法 变成什么呢 变成 伦理 道德 因果的想法 让大家的理念 都一致 这是天下大智的 最基础 在今天这么一个乱糟糟的世界上 要想把七十亿人的价值观 都统一在一起 这得多难 你要说它难 它也不难 为什么呢 因为人性 是一个 把群书制药 讲明白了 大家自然就认同 它跟人性相通 你不要说七十亿人 七百亿 它只要是人 它都有人性 它一定和这部经典相通 也就说 它天然是统一的 天然是一致的 天然就是见和通解 只要你把它说明白了 大家听明白了 天下人 自然就和睦 现在为什么和睦这么难呢 各说各的 西方的民主观念 一个人一个说法 卖菜的一个说法 卖药的一个说法 儿子一个说法 爸爸一个说法 各说各的 谁也不听谁的 那永远也不可能和睦 所以要想天下归心 唯一的方法就是 圣贤教育 群书制药 就是最好的 圣贤教育的精华 你不用这个 还能用什么 当年周朝才八百里 那么个小国 它能望天下 什么道理 跟今天的道理是一样的 天下归顺 为什么呢 你那个是符合人性的标准 只要是符合人性的标准 没有人不服 这是一切圣王制式的最根本 不但是王 一般的领导干部 省长市长县长 通通都是这个道理 你说你这个地区怎么治理好 跟这个道理是一样的 我们就知道 今天很多人 之所以 有这个灾 有这个难 受这个苦 总在不读书之过 这他没读过 这他不知道 那么幸好 现在有这个网站 圣贤教育 全球同学网 像这些重要的经典 群书制药大义 儒家十三经 像弟子归 感应篇 十善业 等等这些经典 将来我们都要 详详细细的 把它讲出来 这些经典 到底是什么意思 它有多重要 我们要把它讲出来 传承与后人 你说这个在亚犯 他的父母 从小受这个教育 这个犯人就不会出现 这个恶人就不会出现 他父母好啊 你看周易上已经讲了 群书制药上讲了 父父子子 凶凶弟弟 夫夫 夫夫 二家道正 正家二天下定义 告诉给你 天下定是个好的结果 因是什么呢 因 因是家道正 家道正是个好的结果 它还有一个种子 是什么呢 父父子子 凶凶弟弟 夫夫 夫夫 说的多明白 你不相信 你就去看 离婚率越高 犯罪率越高 一切乱象的根源 一切罪恶的根源 都在这个家庭破碎 人不会做父母了 家破人亡了吗 气离子散 那是社会动乱的根源 你觉得你学坏 受哪些的影响 比如说 网络 或者是周围的一些不好的人 朋友吧 什么朋友 就是我刚出来的时候 就跟着一群 有十多个小孩子 全部都是很小的 然后在外面 呃 偷这个 偷那个 维持生活的 都是家里没人管的吧 对 都是从家里跑出来的 你们这些孩子的经历很像很相似吗 差不多 都差不多 父母离婚的多不多啊 也有一些 有的是直接 呃 丢到人家那里 然后人家抱养的 然后又不要了 这样的 从12岁开始就在社会上 在这个黑社会里混是不是 是 然后到13岁 2003年的时候 就认识我 我的老板 也就是黑社会的老板 然后他就带着我 一起在社会上玩 就给他做了很多事情 然后 都帮他做什么呢 一般有些贩毒啊 就帮他们去拿货啊 然后看场啊 别人来这里闹事的话 就我们出面解决嘛 然后还有时候说 假如说有什么仇家惹到我们了 也是我们老板叫我们这帮人去做 就像打手杀手一样 差不多 在哪个地方 整个广东省我都有带过 然后还有山西 陕西 浙江 都带过 你一直在社会上 这么跑啊 这么混呢 家里人有没有找过你啊 管管你 我 前几年的时候有时候我会回家看一下 然后再回家看也没什么好看的 就看一下我奶奶爷爷 然后就出来了 嗯 你在生活当中就那个时候你最喜欢什么 赚钱 赚钱 是 赚钱做什么呢 赚钱 然后只要赚到钱就拿拿赚到的钱自己去享受 或者是悄悄的找一点方式给点给我奶奶 你怎么享受那时候 那时候去酒吧去夜总会啊 然后去酒店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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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喝嫖赌 是 赌博 吸毒吗 嗯 也吸 那个时候十几岁啊 十二三岁就开始了 是吧 嗯 大概十四岁就开始接触这些东西 后来呢 后来就一直跟着我老板妈 一直跟着他在一起玩 你这一生 你的方向是什么当时 没有方向的 因为那时候我心里只有一种想法 只要我这辈子能够活到成年 就是活满十八岁 我就够了 为什么呢 我觉得 就是受我父母的影响 我对这个社会比较厌恶 然后 我就不甘心那样去死 所以我就 反正我就赚钱 我一赚到钱 我就去享受别人 没有享受过的或者别人得不到的东西 我就要去想办法搞过来 就是说 不想活得太长 有活到 能活十八年就够了 是 你很厌恶这个社会 很厌恶自己的家呀 是 你现在想起来父母是什么感觉 就当时想起来 没有感觉 那时候想没有感觉 我不听话的时候 我父亲他会用电线来抽我 然后把我推到河边 要拿刀来下坡 把我往河里淹 你的爸爸因为什么犯罪 可以进监狱 那时候我不清楚 后来也不知道 我也没问他 我看到 看到我爸爸 我就觉得 很恐惧 我看到他 我就只有恐惧 什么都没有 我想不起来 我父母对我的一点好 一点都我想不起来 我们刚才听到这个犯人讲这个话 不寒而栗 我活十八岁就够了 又不想再活了 请问这样的人 他能怕死吗 他能怕法律吗 无恶不做 没有他不敢的 你说他能有害怕的心 法律对他一定不管用 为什么 他活钩了 他为什么会活钩 满腔怨恨 恨社会 恨家庭 恨父母 为什么 家庭教育出问题了 从小 父母给他种下的都是怨恨的种子 那这是一个比较极端的例子 还有那么多 没杀人 没放火 也心里有怨恨的 他们都在制造着社会动荡 社会怎么乱呢 根源就在这 在家庭啊 做父母呢 没有把孩子教好 不懂得怎么教 把孩子生出来 怎么教 不会 随着自己的邪直邪剑 想怎么教就怎么教 最后这个恶果 全社会 社会大众来承担 我们看到这些 为什么会不寒而栗呢 你会教吗 你会不会做父母啊 我们看看这个监狱里这么多的犯人 都是哪里来的 真正啊 原因是在家庭 那父母教出来的 那我们要不要愿怪父母 不要怪 师父老人家常常讲 无量寿经上的佛陀的教导 先人不善 不识道德 没有人懂着 无有余者 没人说啊 数无怪也 不能怪长辈啊 中华传统话 断了 一两百年了 没人说 没人懂了 谁知道 这里边有这么回事 你不能怪啊 真不知道啊 出了灾难 他也联系不起来 他不知道他怎么联系 知道了还不容易联系 你就可想而知 我还听说现在有什么新闻呢 小年轻两个生孩子 生起来怎么样 卖 把这孩子当商品方外卖 靠他赚钱 一个孩子四万 警察问他 你为什么这么看 他说你管得着吗 我愿意怎么看就怎么看 亲爸亲妈卖孩子 这简直都耸人听闻了 不过话说过来 这也得说咱们少见多怪 那原来呀 在某些地区 自己生了孩子 自己卖 为了卖孩子 而生孩子 这早就不是什么 个别现象了 你看最近 就有这样一个新闻 警方破获了一个拐卖儿童的案件 救回来的孩子14个 这一调查可不得了 为什么呢 这些孩子都是被他们的亲生父母给卖掉的 一个孩子两三万就卖了 虎毒还不识子 现在有的人还不如畜生 你说这是骂他吗 绝对不是 哎 你看这新闻 事实如此啊 现在父母跟子女的关系 乱到了什么地步 你听听 真正叫骇人听闻啊 警方解救14名被拐婴儿 个个都是被父母来卖掉的 我们在人类历史上 没听说过呀 啊 把这孩子生出来 为了拿他赚钱 卖钱 你说现在 已经乱到了什么程度 人心 那不叫人了 那还叫人吗 那还叫人心吗 人心已经坏到了什么程度 所以师父老人 就越来越来越来越了 若来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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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的 谢谢大家